随着半熟恋人第二季几乎烂尾式的受关 新的小成本制作恋宗 好友好友爱闯入了大家的视线 好友好友爱的恋爱模式吸引大胆 让男女闺蜜组团来到小屋里把对方推销出去 但事实上四对所谓友情组合里仅一对是真友谊 其他三对几乎都是披着友情的外壳 干着超乎友情的事 排除一对已经明显的恋爱之外 飞行员和主持人的友谊引起了大众的讨论 从节目不难看出飞行员小金对主持人 傅小姐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比如女方出去约会小金就立马把吃醋白脸 并且在小屋里目光跟随的只有傅小姐一个人 但奇怪的是在采访时 傅小姐竟然说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心意 小金在和其他女生约会的时候 在坦白局上说曾对她表白过两次但都被拒绝了 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老实说还有一个现象让我挺费姐的 一开始采访的时候傅小姐说期待的爱情是智性恋 从节目不难看出麦总十分符合她的需求 但奇怪的是她不仅对麦总伸出了橄榄枝 在和肌肉男韩先生约会的 时候不仅制造了肌肤接触 同时在回到小屋后竟然可以 坐到一边安抚男闺蜜小金一边陪韩先生洗碗 屏幕前的我直接扎舌了 这茶水端的 又有高级茶艺师证书持有者 的我都不得不为她拍手交好 如果说上述的操作只是让人无法直视 那么接下去的状态就更让人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都有男闺蜜 但值得让人深思的是 男女之间的友情到底该有什么样的尺度 除了霸总组合外 其他三对基本都存在着奇怪的友情距离 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亲嘴 平时毫无底线的贴贴 说着话躺到了一张床上 真不知道这档节目利益是什么 抓了几对友谊以上 恋人未满关系的人来参加恋宗真人秀 难道只是为了证明男女之间一团糟的蠢友谊 还是为了博眼球随后就成网红开始带货 越来越多的恋宗节目涌现 你最看好的是哪档节目呢 或者哪对恋宗情侣是你心中的YYDS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